哈喽 欢迎大家回到New Choba 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鑫 每个礼拜四 周四的行销专题 在我们线上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王文华 哈喽文华 嘿 凤一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 今天的行销题目是 富方茶 富方 富是复杂的富 方是方法的方 是不是 茶是喝茶的茶 茶是喝茶的茶 有听过这三个字吗 富方茶 富方 富方最近还蛮有名的 对 因为就是有关于 食品添加物里头的富方 到底要不要检查的问题 这是另外一个富方 对对对 我为什么要谈富方茶呢 哎呦 天气这么热 饮料是大家生活必需品 所以我看到 国内各个饮料厂商 都趁这个暑假的时期 推出很多新的产品 最近有一个新闻 泰山 泰山是国内很有名的 这个饮料市场 他最近 他最有名是不是什么仙草蜜 是不是 对对对 他很多东西 他最近推出一个 御凤明茶 御是皇帝的这个御 凤是凤城的凤 御凤明茶 他就是一个富方茶 他要进军台湾的富方茶市场 然后还找了隋唐的大明星 来当代言人 要投入三千到五千万 进入这个市场 所以他御凤明茶 不是只是说皇帝才能喝的茶 意思是说里面可能会添加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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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东西 没错 可以添加天山雪莲 这以前是皇帝才能喝的 现在你花二几块也可以喝了 好 我们来谈谈饮料这个市场 特别是富方茶这个市场 然后今天我想举一个成功的案例 来谈一谈他们是怎么成功的 饮料市场在台湾是一个武器 五百亿台币的市场 对一年大概五百亿 夏天是最最最忘记的 是冰价币政治地 对不对 那当然这个饮料市场又切割成很多的区块 有那种软性的饮料 就是碳酸的饮料 那这几年很红的是这个茶饮 两百三十亿 这么高啊 十年前很少人在喝鸡饮茶的 对 我记得我在2000年的时候呢 我去日本 那个时候我才接触到茶饮料 因为日本的茶饮料 那时候其实已经流行很长一段时间了 可是我们就不习惯喝那种 你知道不管是有糖没有糖 你就喝那种冰冰的茶 我们那时候还不习惯 是不是 可是隔一两年之后 台湾就开始大流行起来 大流行到今年已经成为一个两百三十亿的市场 而且付近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每一年似乎都有在流行一个主题 对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记住 油切绿茶那一部 有 我切我切我切切切这样子 对啊 说喝了之后就会瘦 对 后来他就添加 他一些健康食品 或是健康食品的味道 还记不记得寒天绿茶那一部啊 有有有 他到底有没有添加寒天 还是只是添加味道 最近因为塑化剂的这个事情 让我们重新去检视饮料里头的很多内容 我现在开始对他们的宣传 我都 你知道呢 一边看宣传 就一边脑袋里头 就是问号问号问号这样 对 每个人都会这样子 然后后来 最近一波就叫做茶花绿茶 这个也是 什么双茶花还记得吧 有 那茶花这一波之后呢 现在流行的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了 就叫做复方茶 所以就不是只是一样单一的 比如说不是单一的寒天 不是单一的这一个茶花 对 里面就可能有很多很多的 我们古老觉得对身体还不错的东西 对 所以这个复方茶 应该这一两年来起来 哇 这成长率快得不得了 我刚才不是说 急饮茶在国内市场230亿吗 光是复方茶就44亿 所以这个比重大概有20%左右 成长速度很快 那复方茶什么 就像风景刚才讲 它就是这个茶中加了很多种天然的元素 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几支产品 这个波密的蟻 12茶 蟻是蟻罗的蟻 你猜里面有几个元素 12种 对啊 就干脆把它的元素给写个数字上来 它会写出来 然后里面有什么 蟻玄米玉米须 你看这玉米须我都不熟了 但它在茶里面 味泉也有一个健康清茶 它20种素材 玄米荷叶山楂等等 它不是真的有添加 还是只是加个味道而已 这个就要仔细去研究 但至少它广告的诉求是怎样 我真是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网站 然后专门把他们那个制作的过程 这样子全部揭露出来 这样让我相信说他们真的有添加这些东西 而不是只加个味道而已 那这个富方茶 我今天特别要举的一个成功案例 是可口可乐公司所生产的一款茶 叫做爽健美茶 这个我有听过 你有听过吗 对对 这大概算是你刚刚所讲的几种茶类当中 我自己听过 我觉得知名度最高的 那它为什么会知名度最高 就我们今天来研究一下 那这个碗茶其实在日本已经有16年历史 是可口可乐公司去年5月才带到台湾来 那可口可乐其实 那它里面的富方是有多少种 15种啊 艺人 玄米 绝名子 等等等等 所以它应该要诉求就是 可以在够把酒 可以在美白 你直觉会这样想 艺人就美白啊 绝名子就顾眼睛啊 可是啊 它在卖这个产品的时候 并没有主打这个健康啊 什么顾眼睛啊 这条路 它是用了完全不同的4P的组合 让这个产品在短时间内 就成为富方茶中的领导品牌 我们今天就来研究一下 哦 好 所以你要推出一个产品啊 你可以从它的配方里头 然后去做知识性的宣传 我这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那个要花很长的时间 然后大家也不见得听得懂这样子 那这种富方茶要怎么去做行销呢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从这个文化所提出来的这个案例里头 我们一起来学习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哈喽 欢迎大家回到news8财经起床号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鑫 每个礼拜四周四的行销专题 在我们线上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王文华 刚才讲到今天要谈富方茶中的爽电美茶 对 我们就分几个P来谈吧 第一个P就叫做product 就是它是产品本身 就是它是产品本身 我分别从它进入台湾跟进入美国来谈一谈它怎么样去包装它这个产品 就这个东西在日本美国台湾都有吗 对它在日本醉酒16年 我刚才讲它产品中有15种原料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它在进入台湾的时候啊 它就给了这个产品一个非常清楚的定位 这个定位就是它是专门针对20到39岁的上班族 好 target要清楚 目标族群 诶你猜是男性还女性 当然女性啊 诶对啊 这一听就知道应该是女性才会喜爱吧 男性其实对于这种养生健康没有那么狂热 对啊 然后他就打出一个定位就说 男性要狂也不要 他打出一个定位说 这个茶是帮助消费者enjoy the nature 叫享受自然 那享受自然分两个部分 一方面他人就强调它的产品的天然成分嘛 另外一方面他是帮助这些20到39岁上班族 是接近大自然 就我喝了这个茶感觉我就在自然当中了吗 对 那这个定位目前听起来有些抽象 我们待会听了三个P就会具体起来 那他在进入美国的时候 因为美国人 天哪你就要喝艺人玄米绝名子 他有点无沙沙的 对啊 通翻译都很困难吧 真的 这15种材料中有一种叫做鱼心草 它又名西围草 他这个到美国去 他们可不可就考虑到 这个主管机关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搞不好还有负面的想法 所以他们在美国就把这个产品做了一些改变 不要有食物种了 把这些主管机关和消费者不熟悉的东西给拿掉 所以根据每一个不同的市场 做一些些微的调整 这是非常重要 因为它里面添加的其实是就亚洲人来讲的话 熟悉的素材 对 对西欧 西方人来讲 其实觉得很怪的东西 那也很怪 大家搞不好觉得这东西我不敢喝 那你怎么来 对对对对 所以适度的要去调整它的产品来符合当地市场的需求 鱼心草怎么翻译成英文呢 好问题 他搞不好有个学名 28个中文 对好 OK 所以这product 然后我们就要讲这个promotion 就是怎么样用促销来呼应他刚才产品的定位 对不对 对 这个他当初五月在推出这个爽计美查的时候 他拍了两支广告 第一支广告在这个YouTube上非常非常的流行 他其实是模仿他们在日本的一支广告 这个广告他在台湾就找了戴佩妮这位歌手 然后他上身没有穿衣服 但是呢他双手交叉在胸前遮住重要的部位 然后在一个森林里面 你完全不会有任何的遐想 就觉得这个好清纯的感觉 然后他唱歌 所以你这个选角很重要 对啊 这个角色他过去不可以是那种走暴露性感路线的 他反而要走健康路线的 这个时候他的裸露上身 可是却反而会让大家有健康的感觉 你讲的太好了 如果你选出一个性感的女明星的话 那那个味道就完全不对 对 对就觉得色色的了 对 所以戴佩妮就这样很清纯的 然后他唱歌 他唱什么歌呢 他都是创作型的 对他唱的歌就是把这十五种原料的日文名字把它唱出来 所以他唱日文了 他下面就有中文的字幕一个一个打出来 宣明绝迷子敲麦 对对对 就类似这样 你现在上YouTube就看就是这样子 真的 欲行潮 对对对 所以他一方面有你刚才讲的知识性的形象 但同时他用一个非常软性的方法来说 那他大家去想想看一个清纯女性在森林里唱歌的形象 就呼应了刚才他们的定位 享受自然 接近大自然 所以你看到没有 这广告你要跟你的定位紧密的结合才会有效的 而且那个唱歌的味道有点像那个真善梅那一首 那个I am 16 going to 17 听这样子 你就上YouTube去看 大家都上去看 你就会知道他们的广告操作的很纯 当时在YouTube上的那个点选也是超纪录 那后来第二波大家可能更熟悉 他们就花了很多钱请了三个女明星 戴佩妮侯佩晨和张军宁 三个都是非常红的女明星 他们就拿着爽健美茶在森林里面奔跑 都是美丽而健康而好感度很高 所以说这样的一波广告下来 大家对这个产品就有了印象了 可是有了印象还不够 接下来你要在通路端吸引大家的注意 所以他在通路端就跟最有势力的通路 7-11做了一番合作 他得让大家进入通路之后愿意买这个产品 特别是他当时是默默无名的 所以他就跟7-11配合 推出一个轻食组合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7-11可能一个三明治 就是配合这个爽健美茶 就有一个非常便宜的价钱 哦 组合价 组合 就他还是在呼应他的定位之中 那个自然天然的那个诉求 而且就是 就真的是诉求女性的减肥诉求 真的啊 因为轻食啊 对啊 20到39岁的上班族女性还记得吗 所以好的行销人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去彰显 他原来的那个定位 好 OK 所谓轻食就是吃不饱的那一种 吃不饱 吃不饱 因为花钱的饿也不错 对 好 他做通路上做了一个合作 非常成功啊 值得一提 他就用了现在大家很流行的这个 Facebook这个脸书啊 他跟7-11做一个合作 好 大家听听看哦 你说这妙不妙 他说啊 爽见美茶 大家知道这个Facebook啊 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玩的脸书啊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按赞 给他一个赞 对 比如说我丢了一个我的照片在上 如果你喜欢你就按赞 按一个赞 我写了几个字上去 然后你认同你就按一个赞 对对对 现在大家都以赞来评断 这个人的照片 这个人的文章有没有感情 所以他就抓住了现在年轻人的这种习惯 所以他们设计了一个促销活动 说今天你上这个爽见美茶的Facebook 当天如果有一千人按赞 我这产品就打七折卖给你 但是当天如果有两千人按赞呢 我就打六折卖给你 那我就随时在那边等着 这样子买一千人我就 或者买两千人我再去买 对 那你为了想要花比较便宜的钱 去买到这个产品 所以你一定希望按赞的人数怎么样 超过两千 越多越好对不对 那你可以做什么事情 让这个数字不断的超过两千 超过三千 小美啊小华啊小发啊 赶快按一下赞好不好 快要接近两千人了 赶快来来来来我要去买了 你看看这多厉害 对嘛 也就是他把所有的消费者转换成他的业务员 所以我今天如果想要买 我自己按赞也就罢了 那我就会告诉我自己脸书上的另外五百个朋友说 你们赶快去按爽计美茶的赞 原来脸书上的促销活动可以这样做 是啊 所以就把所有的消费者变成了你的业务员 然后他们在这个促销 这个通路的促销做得非常成功 两天就卖出了一万瓶 但是实际上他的效应不止这一万瓶的营收 他的效应其实在脸书上 这个蔓延开来的一个传达的讯息 这才是他真正办这个活动 因为你假设那一万瓶背后是五千个消费者 而那五千个消费者为了要便宜的买 他可能有号召二十个人 每一个人号召二十个人去按赞 每一个人就知道爽见没茶 不一定有真的在那个时候消费 对啊 所以那当时两天是卖出了一万瓶 后来这一年 他之所以能成为富方茶之中的领导品牌 就是因为当初店下的基础 所以一个新的产品 他要能够行销出来 他要有很好的产品定位 要有很完整的通路上面的一个想法 然后还要有很好的促销的一些活动 甚至要灵活的运用线在网路上面的一些活动 这算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主要是要告诉大家怎么样去灵活的运用 对不对 没错 好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老朋友王沃 对不起 不要